這個 我覺得從疫苗我們 從去年討論到現在 這一路走過來就兩句話 就是一路擋國際 恨鐵不成鋼 就是這十個字 這我們還很清楚 前面去年8月 AZ代工不要 對不對 去年11月 那東洋要買BNT也不要 然後接下來就是 接下來你就知道了 接下來就是人家開始警覺到 台灣有疫苗短缺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們5月15 疫情爆發了 那 所以 他們一開始BNT他也不要買啊 不是嗎 那是郭董去結合了台積電 他後來實際又跳進來 那這股民意跟社會力量太大 政府擋不住嘛 只好讓你去買 那政府就急了 高端你趕快爭氣一點啊 所以為什麼突然間高端 使命開綠燈 對嘛 對不對 對嘛 因為BNT要來了快快快 對快快 EUA也趕快要審啊 趕快趕快 那即使那個審查委員 有15個人有條件同意 就先過了啦 就是這樣嘛 過了之後 EUA也已經開完了耶 那J1也沒講到 你的產能怎麼那麼低啊 你看是不是連續好幾次 恨鐵不成鋼啊 結果我希望你早點通過EUA嘛 那你拖到大概7月 我已經把你開這麼綠燈 你還這麼不爭取 結果你搞到7月嘛 對你搞到7月 然後接下來量產 量產量產啊 快啊 結果不良率齊高無比 批次還出問題 會被抓到 那常常有人有臥底的憲民 比如說像我們 朱凱翔 對 還被告 3不50就爆個料 他又很難否認這樣 所以他就很鐵不成鋼 然後好不容易交出來了 第一批是61萬碼 第一次 他就有登記登記登記 你有看到一個政府這樣 不斷的下修開放年齡 讓你下修三次 終於登記到75萬 終於湊到了 終於湊到了 沒有看過一個政府 一個疫苗這麼費心了 一路擋國際 恨鐵不成鋼 可是這個疫苗危機就出現了 因為郭董是8月5號去捷克 那他很急啊 他知道台灣缺疫苗 你記不記得張宗謀在Apple公開說 對 台灣缺疫苗 對不對 人家這種國際級 還跟人家求助 這些國際級的人 都知道台灣缺疫苗 就只有你在那邊恨鐵不成鋼 那一路擋國際這樣 所以郭董坦白說 我覺得他是真的是幫了台灣大忙 他不只是自己去買 而且他自己去買我們知道 他本來我們看到他的合約 應該是9月18號來自一批 對 沒錯 可是他就很急 所以剛剛我們賓哥講的 5月22他就看到了香港那一批 他就要了 說可不可以先進來這樣 結果我們也不要對不對 他那時候用的帽子就是 扶必泰 就是一批扶啊 扶必泰 貼上去就是中共同路人這樣 那這次郭董去 因為德國BNT跟中國 中國是他們是有簽合約的 因為上海復興是想要引進他早晚要生產 現在還沒生產 結果沒有想到中國政府的藥證到現在還沒合啊 可是德國BNT就 他一批是就300萬這樣在製作 所以就已經有300萬已經做好了 那因為他本來是要賣到中國的 要這沒過 所以才出了這個空缺你知道嗎 那郭董就看到了這個嘛 他就趕快去問 說這個我們可不可以買 因為他是現貨 那結果 因為你知道你那個BNT那個主要的研究者是土耳其人嘛對不對 人家也很愛祖國耶 他把100萬弄到土耳其去了 因為這一批變成現貨 又不能到中國大陸嘛 所以他只好想辦法賣掉嘛 那土耳其就拿到了100萬 所以據我瞭解就是你剛剛講的 就是150左右啦 他就去搶 那因為郭董又跟政府不直通嘛 他就請台積電回來問 所以那個時間點大概就是8月11、12左右 我們政府大概兩天到三天就同意了 對 就是你講的8月中左右 8月中啦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政府為什麼會同意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是被高端氣死了 你怎麼量這麼少啊 還出這麼多事啊 那個時候還沒出事 那時候還沒 8月中還沒出事 是量太少 你量這麼少 然後我9月要開學耶 他生不出耶 所以我坦白講 我覺得是真正是這個壓力 讓他知道他沒折了 你懂我意思 護不了高端了啦 就是我漢鐵不成鋼嘛 你做那麼慢 我現在要開學耶 那開學如果BNT是可以打12到17歲嘛 你去想一想 如果開學只有9月1號 那只要出了一點點一些確診的問題 你怎麼辦 你手上沒貨耶 你本來是9月18到嘛 9月18你進來之後還要驗貨 驗貨是7到10天嘛 大概就弄到9月底了啦 就9月底了嘛對不對 那開學都一個月了 所以他看到郭總說他手上有現貨啊 可是是要給中國的 所以上面有簡體字啦 你知道吧 那這個時候這個簡體字 就好像不是胡阿了啦 你知道嗎 這突然間不重要了 就碰到開學的危機 那心魔就沒了 碰到高端這種危機 因為你實在是太慢了 你產能太少了嘛 那我要開學了 所以你去想嘛 如果這一批是8月底來的話 那我們驗貨可以快一點 大概9月10號左右就上路了 那勉強就是開學10天之後 就可以開始打 那當然我們知道這個 都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啦 因為打了疫苗也要14天才有效 都已經太晚了啦 都已經太晚了啦 可是總之就是比那9月18 早了將近三個禮拜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坦白講是情勢所逼啦 我跟你講喔 所以你去想一想嘛 我如果要互高端 因為他一路下來的那個 主旋律不就是互高端嗎 我幹嘛把這個消息卸出去 我卸出去高端不掛了嗎 因為那個時候高端還沒開打嘛 我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也可以不講 因為你現在還在打 他打到29號耶 對不對 那23 24今天25嘛 他有26 27 28 29耶 還有四天雷打耶 因為我看你這幾天的表現 我也怕到啊 而且被放出來了嘛 是嘛 所以你去想一想 其實郭台銘他們一直在放風聲 這個消息我坦白說啦 裡面有人知道 那我這個也是聽一個朋友講 那個可是他 我這個朋友比較不好意思 他都一直沒講 他不像某人喔 就急著說我最知道情報啦 他都要先講 他就一直都沒講 那我今天問他一些細節他才告訴我 那因為衛部不承認了嘛 他就覺得說可以講 坦白講他們早就知道了 可是這個消息怎麼會寫出去 而且陳時中為什麼要承認 因為高端恨鐵不成鋼嘛 就是這樣嘛 而且他早一點講 後面那個開學的 我們叫做期待性的壓力啊 可以減緩啊 就是你可能在疫苗議題上面 狠狠打臉 但對民眾來說 反而是一種壓力的釋放 這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問題更嚴重 那是一個未爆鍋耶 對 沒錯 未爆鍋耶 你看陳時中今天講話多謹慎 我們今天不是嘉琳嗎 嘉琳應該要放鞭炮啊 西瓜 西瓜要拿出來啊 哈密瓜咧 結果他說什麼 他說這只是表示我們疫情穩定 還不能太高興 今天就沒有這麼條掰 是啊 西瓜沒有爆出來啊 西瓜沒有爆出來啊 因為才一天嘛 所以不是 我是認為坦白講 他不會相信自己真的能擋住Delta 而且很糗啦 其實我跟你講真的夠糗了啦 你逼得陳時中之前擋成這樣 現在又叫他 好啦就進來吧 就是防疫需求 奇怪為什麼防疫需求 現在有高端啊 他們的高端好棒棒 他們的全民按高端 其實按照邏輯應該是高端好棒棒 全民愛高端 就不要讓他進來啊 比我們繼續打高端啊 不是嘛 你也不膽嘛 高端如何第一期 就提供三百萬劑 他可能就不讓他進來了 然後大家都打得很踴躍 他就不讓他進來了 那BNT大概就拖到 對 拖到天荒地獄去 至少上面不會寫復必泰 其實亮哥剛剛講 你想一下 我剛剛在想一個畫面 你知道嗎 全班同學都在考試 考試當然不能作弊啊 但是有一個學生老師特愛他 小明不會寫是不是啊 沒關係 老師昨天叫你做的小抄呢 拿出來抄 其他同學都不可以 小明 小抄拿出來 結果小明翻半天說 老師我忘記帶了 老師一聽 叫你準備小抄你還忘記帶 算了算 那你課本拿出來 其他人都不准 來 小明課本拿出來 小明課本拿出來 抄半天抄半天 老師找不到答案 老師說怎麼找不到呢 他一看考英文拿國文出來作弊 高端就是這個小明 而且他後面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假設我們這一輪 最後打了五十幾萬人 我們假設啦 高端啦 最近他才突然發現 高端要打兩劑 第57天 才有 才有662 對 綜合抗體效價不是嗎 是 所以我還要排下一輪 讓你打第二針 而且我跟你講 最有可能的狀況 我反而覺得是 這個都打完了 第二輪打完 然後第二輪出不來 28天後沒有第二輪沒打 問題是他們不能混針 他們不能混針 對 他根本做不出來 所以第二針搞不好 根本沒得打 還是高端嘛 可是我的意思說 高端可能根本出不來 因為問題很大的話 他代工 他代工 台康代工 他會找台康代工 沒有我之前聽到 聽到的內幕不是這樣 他未必第二針打高端 因為他要於目混珠 他第二段會很快開放 第二劑可以混打 可是混打常根醫院說 要三到五個月才能有結果 你當真嗎 你當真嗎 他很快就會 我之前聽到的內幕 是內部有在 早就在討論說 第二針要讓他混打 其他國際疫苗 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漁目混珠 這個等一下凱翔來跟大家分析 因為我們線上有位貴賓 來 我們現在看這一邊 前面看了你覺得很可怕吧 我們也早就告訴過大家 我們在節目當中 一本是包含亮哥 我們的輝文哥 這個有話哥 凱翔 斌哥 然後這個王上智老師 都一直在告訴你 我們沒有資格強迫你不要打 但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台灣 你只要能夠堅持 把自己照顧好 我們未來是有很多選擇的 我想這樣的感慨 不只在我們節目上的來賓 跟我本人 包含尤其是彭文貞老師 他心裡一定也非常有感觸 來 我們來看 老師今天在昨天 在直播上面講了這段話 看了確實相當惋惜 然後看老師說什麼 我真的很沉痛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 這位陸姓朋友 就是我們昨天討論了 很久的這位陸大哥 前輩這位作家 彭老師說 這不是馬後炮 我早看出這個不負責任的政府 市民如草芥 根本沒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眼裡 政府推這個疫苗的過程 太不負責任 打疫苗不是國民義務 這我昨天我也說過了 不要什麼先問什麼 別問國家問你做什麼 先問你問國家做什麼 這個國家有保障你的生命安全嗎 沒有 他就不是國民義務 因為疫苗有利有弊 而且高端這支疫苗 沒有經過科學檢驗 這件事情 不能直接聯想成是國民義務 老師也敢看 這位陸姓朋友真的很傻 為一支不良的疫苗犧牲了 請問能改變什麼 他用犧牲換了其他人的安全 但不應該是向病毒獻祭 因為病毒不會因為打了高端而改變 彭老師他的說法 跟我昨天提到的江啟成主席 我還是要幫主席按個讚 希望政府在這件事情之後 能夠趕緊停止施打疫苗 我們老師在線上對不對 彭老師 又正好 老師晚安 好久不見 這個我相信老師真的也是感慨萬千 所以老師我可不可以先請教一下 您是沒有很直接的跟這位陸先生 談過疫苗這個話題嗎 對不對 沒有 我們最近沒有聯絡 是因為以前我們用他的文章 所以有跟他聯繫 有跟他聯繫 所以看到以後覺得很驚訝 就好像一個同業或者遠端的一個朋友 就這樣子 你就覺得很不真實 所以老師您過去在節目上面 包含我相信 我相信很多中天的節目 包含新聞也都針對高端 做出過一些評價 也提出過一些建議 那您一直以來 對高端這支國產疫苗的看法 我相信觀眾朋友是很有興趣 想聽老師您分析一下您的這個見解 其實我看這件事情 我用我教了20年的研究方法 來看一個問題 我也許不知道高端成分是什麼 我也許對於這個高端 跟這支疫苗一無所知 但是我看他的過程 其實我看一個大局 台灣什麼時候成為國際的 生物科技的大國 這支疫苗全世界做得出來 到現在為止 勉勉強強端得上台面的 只有美國 德國 連英國做出來的東西 都被很多人給推翻掉 台灣在這個時候 急著說我們可以成為 全世界台灣之光 你用邏輯想想看可能嗎 這整個環境 因為要做出一個好的疫苗 又是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對一個新的病毒 他需要的不只是國力的支撐 還有一個很大的 包括經濟力量 包括生物醫學 包括科技 包括行銷 包括更重要的是一個文化 就是說生產疫苗的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的文化 不可以是隨隨便便的文化 也不可以是一個 習於官商勾結的文化 或者是說 這個國家不只是法令要健全 政府要健全 有很多因素才能夠造就一支 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能夠端上檯面的疫苗 那從這些客觀條件來看 我不是謝自己的氣嗎 台灣就沒有 那這樣就好啦 你不要告訴我他什麼內容如何 什麼效價什麼的 都暫時先放一邊 第二個 我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看 我們的疫苗吹牛也吹了快 快一年了吧 就從敲鑼打鼓 這麼好 那全世界應該 訂單如雪片飛來吧 應該像搶台積電晶片一樣吧 人家 部長都跑來威脅 你說你再不來的話 我跟你講 我讓你反攻大陸無望 那一定會用各種政治力 來介入來搶台灣的高端疫苗 到現在為止 你聽說會有一個國家 跑來詢問高端疫苗嗎 就好了嘛 就這兩點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用再談了 所以我覺得 哎 那些去打高端疫苗的人 實在是太傻了啦 這個政府 我 對 我有一句名言 當政府叫你往西的時候 你千萬記得 你一定要往東 不然就歸西了 一路歸西 對 那個政府已經被我 被看破卡手了嘛 所以 我真的覺得現在 應該要立刻 把高端下架 我覺得沒有第二條路 還有就是 這些決策政府官員 包括石藥署長 包括這個大笨鐘 還有那個每天講廢話 那武漢肺炎 還有我們的那個 那個詐騙的騙子 那個蔡同學 我覺得這些人要負責 真的要負責 這個世界上沒有那種 沒有這種事情啦 而且這個過程當中 充滿了弊案 所以 如果我們對這件事情 不追究 以後我們所有的政府 都可以擺爛 因為這個政府 是一個不用負責的政府 以往就是 我想啦 我現在回頭想一想 以往 不管是國民黨執政 或者是在前面的民進黨執政 犯了錯 大概都要下台 讀讀這個 現在的這個蔡英文政府 因為他自己 他自己就不斷的犯錯嘛 他自己犯了一個 37年的這個詐騙的錯 到現在為止 他坑都不坑一句 那是因為社會大眾 給予太多的容忍吧 所以 該起來 做點事情啦 該起來 要革命了是吧 當然 當然我想這個還不至於啦 不過我也想請教這個 彭老師 對於我們今天這個主題的看法 這個之前 當然 相信老師也知道 這個民進黨 也許在很多的意識形態啦 或是這個仇中的情緒上面 不停的告訴我們 BNT上面不能夠有 開放了 有復必泰也沒關係了 這又是什麼樣的心態在作稅 還是 連民進黨都發現高端太大 不能再黨 再黨 民怨會止不住 只好開放讓 有復必泰的BNT 也能夠進台灣 問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也談了很久了嗎 如果跟中國扯上邊 就什麼都不要的話 那現在就把你的內衣內褲 全部都丟了 這個世界 真的還有人買單呢 那我們這些曾經批評過 政府的人 我們現在低頭看看自己 我們哪一個人沒有 中共的同路人 哪一個沒有被抹紅過 那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是一出很烈等的鬧劇 我覺得 如果 稍微 腦袋清楚一點 你可以看出來從頭到尾 不管採購疫苗 不管哪一家 包括 所有那些很熱心的人 郭董也好 然後 什麼呂副總統啊 什麼什麼慈濟 佛光山 其實都被耍了嘛 從頭到尾就是被耍了 你不覺得政府就是 拿他們出來演演戲 然後 事實上就是很簡單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提供 台灣 足夠的防禦 那 要推高端 那你也推一個稍微爭氣一點了吧 弄成這個樣子 那現在 復必泰這三個字 請問這三個字哪裡不對 有簡體字 請問有簡體字哪裡不對 你去看看你穿的衣服的那個標籤 那不都簡體字嗎 而且還沒等於中國 對啊 你去看那個標籤 上面也是簡體字啊 所以 這個 就不是問題嗎 但是我一直覺得說 台灣還是有一些1450 有一些817 你搞不清楚狀況 你既然你把票投給了蔡英文 你接下來你要拼了命的監督他 你現在拼了命 你連命都沒了 還在護衛 所以 有的時候我覺得 我們與其怪這個政府無能 不怪監督政府的這些老百姓 這麼無知 那難怪這個無能的政府還可以繼續演下去嗎 是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分享您的這個看法 那也這個大家要多關注彭老師有很多的直播 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老師謝謝你 謝謝老師晚安 謝謝 拜拜 謝謝大家謝謝 我就說我的很多想法跟朋友是很像的 老師最後提到了 對政府無能 但是你們不是我們啦 我相信我們的觀眾朋友不是啦 但台灣真的有太多更無知的民眾 還在盲目的支持這個無能政府 放任這個政府 魚肉相民啦 欺壓百姓啦 我說真的 我沒有不敬 但是 這位 陸大哥 您如果是一位媒體人 您有媒體的天職 您有媒體人的豪氣 您應該是要監督民進黨 您應該是要用您的人脈 去感化民進黨 讓他們不要這樣子欺負台灣人 而不是站在 我不是說這位陸大哥 我說別的這些媒體 不是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 掌握了媒體公器 然後全力的護航執政黨 其實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很多這個臉書上的聯誼 我多想刪掉啊 我真想刪掉 真受不了 不管是這個友台的這個記者啦 主播啦或主持人啦 我真的有時候看到你們的 人的這些言論 我真的 算了算了 我就把他引蓋好了 我就把他掩蓋好了 我今天打高端 然後民進黨好棒 高端如何 我真的覺得 不要在那邊害人 真的不要害人 好不好 來 又在那個指揮中心新聞稿出來了 我還以為是國民黨的新聞稿 怎樣他說什麼 說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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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不要拿來政治操作 基於BNT疫苗可以施打 12歲到18歲的學生族群 9月又即將開學 只要能夠認定是原廠出貨 經過安全檢驗 政府當然願意爭取這批疫苗 放的屁你爭取的 爭取什麼 第二段 這批是復興公司 就上海復興了 另案代理本要消往他處的疫苗 就是中國大陸 外核包裝印有復必泰的品名 瓶身上有復興醫藥等中文字樣 坦白 對不起是簡體字 雖然這與原約定的標示方式不同 但政府仍願意積極爭取這批 可以提早來到的疫苗 真的有夠不要臉耶 你看現在馬上關注 不要臉到幾點耶 馬上關注王定宇有沒有回應 你有沒有覺得是國民黨 大概在兩個月前的聲明 對啊 你真是夠不要臉 我的天啊 王定宇趕快出來回應啊 你怎麼會把這件事情 你被逼到走投無路 沒補啊 怕沒路啊 走沒路啊 然後必須 硬著頭皮厚著臉皮 耐著性子去妥協的事情 講的是 好像是你同意 好像 你有多麼的偉大情操 要為蒼生百姓犧牲奉獻 付出爭取 然後讓這個BNT進台灣 你真的忘記你之前是怎麼卡的喔 所以誒陳時中 衛福部指揮中心 你之前卡疫苗的時候 12到18歲的人是有疫苗可以打喔 當時他們有沒有疫苗可以打啊 那你當時為什麼要卡 現在你的理由是說 因為他們很可憐 沒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我要進來 他當時有疫苗可以打就對了 七月郭台銘 頭皮膜在修 滿褲子都被你弄的都是大便的時候 12到18歲可以打 有疫苗可以打 有疫苗可以打 沒有啊 當時也沒有啊 你當時沒有良心 現在有良心 我就說狗回來了嘛 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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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嘴嘴嘴嘴 回來突然旁邊 一看原來是我的良心 拿起來裝進去 這個指揮中心喔 其實我跟你講 這不是第一次的啦 大家記不記得 上次那個 傳那個BNT要進來 然後記者問那個陳時中 陳時中 你明知道人家不能講嗎 你不要問嘛 我不知道啦 這很樂觀啦 很樂觀啦 關你屁事 你樂觀個屁啊 那些疫苗 從頭到尾進來台灣 跟你屁毛關係都沒有啊 跟你沒有任何毛關係 你在那邊 你在那邊 魚有榮焉 美索拉利救世主降臨台灣 你在那邊爽什麼啊 我跟你講這一篇 剛剛亮哥念這一篇 我明天一定要拿出來講 或者是那個 那個易正阿龐有看到的話 把他印出來 我們發一張電視牆 我給大家再看一次 那這是21世紀 最無恥的文章之一啊 這無恥到幾點啊 來 我接下來要告訴你 為什麼會這麼快 為什麼人家打了兩個半月 才出現促世案例 人家打了六十幾萬 才出現促世案例 你打二十幾萬兩天 欸 就四個 為什麼 我跟你講 這絕對都有問題 絕對不是老天爺給他的懲罰 絕對是自作孽不可活 好不好 來 游淑慧告訴我們了 簡單來說 來你看這邊 你看這邊 高端的施打公告 什麼意思 就是可以打高端的人 有誰 來 發燒或症 應該說不能打高端的啦 發燒或症患有急性中重度症疾病的人 這個 他什麼免疫功能 施打公告二期試驗 對啦 接種注意事項 本疫苗不能跟其他疫苗同時注射 這個 缺乏孕婦接種的安全性資料 所以孕婦不行啦 然後哺乳中的婦女也不行啦 大概就是這些人 不能打高端 只有這些人不能打高端 換句話說 他裡面有提到 心血管疾病嗎 他裡面有提到 慢性疾病嗎 他裡面有提到 心臟病嗎 沒有喔 來 歡迎你來打高端 除了這一些之外 有慢性病的也能打 有心臟病的也能打 有心血管疾病的也能打 對吧 他的施打公告裡面 沒有告訴大家 這些人不能打啊 但是 來 二期試驗的限制 病情控制不穩的慢性病者 這當中就包含了 腎臟病啊 肝臟病啊 心臟病啊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通通叫做慢性病 免疫功能低下 有免疫系統疾病者 接受過手術的人 癌症在治療的人 癌症在治療的人 在受孕 懷孕或未母乳的女性 這些人 你不可以來當我高端試驗者 但是這些人裡面 扣掉孕婦 這裡有孕婦嗎 扣掉孕婦癌症 手術之外 慢性病的人 你不能參加我的試驗 換句話說 高端的二期試驗 並沒有針對有慢性病的人 有相關的研究數據 因為你不能來嘛 你不能來參加我的二期試驗嘛 所以我當然不會知道 有心臟病的打的會怎樣嘛 有肝病的 有腎臟病的 有心血管疾病的 有糖尿病的 打的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因為你不能來參加試驗嘛 可是 你這種人 不能參加試驗 所以我沒有你這種人 打了以後 會不會出事的數據 但是正式施打 我卻不限制你 你可以來打高端 回過頭來看一下 來 來 回過頭看 死掉的心肌梗塞 大面積主動 主動慢玻璃 糖尿病 各位 心肌梗塞 心臟主動慢玻璃 糖尿病 除了這個吸食毒品之外 一二三 這三個是不是慢性病 按照指揮中心的說法 四個往生的人裡面 有三個是因為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 打了高端而往生 但是高端的施打公告裡面 沒有限制這些人來打 而偏偏他的試驗裡面 也沒有針對這些人做實驗 你有心臟病 但我不讓你來做我的試驗 所以我不曉得高端 打到有心臟病的人身上 會不會有不良反應 但是我正式施打的時候 我明明沒有做你的數據 但我一樣叫你來打 為什麼很簡單嘛 很簡單 我在做試驗的時候 我當然要排除有病的人 你有病的人打下去 打起來死掉我還要負責 我打100個人裡面 結果50個失敗 那我這疫苗要不要上市啊 所以試驗的時候 有病的都不要來啦 你們都來健康的 健康的打比較不會出事 我的疫苗好棒 但施打的時候 我要越多人來越好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病 歡迎你都來打 打下去就出事 所以這些人是自己害死自己嗎 我光從這兩個 你對實驗限制的人 跟你開放施打的人 我就可以告訴各位 這四個人裡面 至少三個人是你高端害死的 你明明沒有做人家的數據 你卻叫人家來打你的疫苗 不限制這種人打你的疫苗 不是你害死 不然誰害死的 開箱 我覺得這件事 要幫高端講幾句話 他沒有辦法限制 你不想被告是不是 沒有 因為他不知道 他就只做了三千多人 他怎麼會知道這些事情 他怎麼知道打心臟病的人會死 沒有 因為他限制 你這樣有心臟病 不要來啊 所以他做一萬人 也不會有心臟病的人啊 他根本就不知道啊 基本上我覺得 看待高端這件事情 應該是說 他跟你裂 哪些人可以打 哪些人不能打 然後呢 沒有被裂到的人打得死掉 但是我要幫高端講話的意思是說 他不是故意害你打到 是他根本不知道可打不可打 因為他就只做了三千七百人的擴大二期誓言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他不知道什麼東西可以打 什麼不能打 這是我們一直告訴你的風險 就像我們告訴你保護力這件事情 也不是說他沒有 他就像洗巴拉一樣 你有可能骰到豹子 你有可能骰到BG 大家不知道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風險 所以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可以不可以 有或沒有 你要跟自己賭一把 那就是這樣子的結果 你有可能賭贏 你有可能賭輸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顯然賭輸的民眾 然後呢這四位 擺在我們面前實在讓人家覺得非常痛心 那我覺得 其實今天剛剛亮哥跟兵 都講了BMT 六十年講了BMT 我還蠻想回來講一下這四位 這四位今天死亡的人 沒問題 我說真的這四個死亡的人 讓我非常的覺得 我看指揮中心的記者 會讓我覺得非常的噁心 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在勤禮法 這四個死亡案例都非常的說不過去 怎麼說不過去 我們講今天 先講勤的部分好了 今天這一位40歲 住在桃園 住在基隆市暖暖區的 這位40歲的女性 他呢在24號早上10點多呢 去接種了高端疫苗 當下觀察30分鐘之後 沒有特殊的不良反應 他就回家了 回家了也沒什麼事啊 然後呢他就傍晚的時候 下午的時候呢他就出門 他到台北來找工作 找工作只有在街頭捷運站 他突然倒地 4點半的時候突然倒地 被人送醫 5點半的時候就在急診室裡面 在急診室裡面 應該是說他4點半的時候 出現一些胸悶等等 不適的狀況 5點半的時候 就被送到急診室裡面 他6點半就走了耶 他6點半就走了耶 早上10點打疫苗 早上10點打疫苗 沒有不良反應 下午來台北找工作 4點多的時候 開始覺得有胸悶的感覺 然後5點多的時候 被送到醫院去 然後還講到他的症狀 是包括什麼什麼什麼 6點半就走了 就走了耶 然後呢 你從勤的角度 我覺得指揮中心 你今天可以用這種 輕描淡寫的方式 來跟民眾溝通這件事情 你現在要明天 要預約了要去施打高端的人 心裡面要背負什麼樣的壓力呢 我怎麼辦 我明天是要把家裡面 全部的人都叫來 陪我一起去打高端嗎 不然兩個小時就走了 打之前要先寫遺書 我今天跟你 我今天跟網路這裡去打高端 然後看完檔案之後 沒事了 那我們各自怎麼樣 然後結果兩個小時之間他走了 為什麼不是你走 我連他最後一面都見不到 因為我打過A字 只有你的機會打高端 就 對啊 這個我們當然是用玩笑方式講 可是這件事有多慘困 你要明天去打高端的人 心裡面是怎麼樣 全家人都要留著 不然陪著媽媽去打 陪著爸爸去打 或是爸爸媽媽看著孩子去打 同學一起去打 然後呢 沒事了是不是 那我回家了 你可能連你同學 你爸媽 你子女的最後一面都見不到 兩個小時之內的人就走了 然後我覺得在勤的部分 你指揮中心可以用這樣子輕描淡寫的方式 要讓民眾去承受這個心理壓力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從理的角度 從理的角度我覺得太莫名其妙了 張上淳今天 這個陳時中把這個問題講出來之後 然後就拋給張上淳 張上淳說 他主動賣玻璃啊 他是心臟病啊 主動賣玻璃啊 暫且不論稍晚的時候 其實這個女性的父親有出來講說 他女人沒有這個病史啊 沒有這個病史啊 那張上淳講這個我也聽不懂啊 我也聽不懂 你告訴我們說 他的死因是什麼主動賣玻璃 就是一種心臟病 可是問題是我們不是要知道他怎麼死的 我們要知道他為什麼主動賣玻璃啊 是不是疫苗誘發了這樣的症狀 導致他死亡 對我們不是專家 我們不敢亂講 但是你就是在打迷糊照 你就是在打哈哈啊 我們現在知道是說他為什麼發生這種事 其實就想說王后陣 王后陣死於刀傷 結束了 哇塞 刀子是誰桶啊 誰桶的 誰桶的 所以你不是在呼嚨民眾嗎 那你在那邊講什麼東西 你就講不出了所以 你就只想帶風向 一滴時間先把這些 全部都跟高端的關係撇開 都撇開不然呢 然後呢 今天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面 還有一幕非常荒謬啊 非常荒謬 就有記者問陳時中說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這段 問他說這個桃園這位44歲 然後呢就說他這個體重比較 可能比較肥胖一點 有120-130公斤 然後有這個糖尿病的病史 然後又問這個 這個昨天新北市這個疑似 有這個吸毒前科 吸毒的這樣子的狀況的 然後問陳時中講說 就是剛剛佑正跟引述淑惠講的那個問題 就講說那這些東西都沒 這些這些狀況 這些身體狀況 這些病史當然吸毒不對嘛 可是問題是這些都沒被記載 那你會直接想說 那如果你吸毒 你不要來打高端嗎 他會不會整是有誘發這樣的反應什麼的 然後陳時中就講說 我是覺得啦 不要吸毒啦 為什麼你是在公 你是在公三小朋友小巢啊 莫名其妙你就直接 吸毒是不對沒錯 那不對的 吸毒有吸毒的刑事 刑事的這個法條去處理 那是一回事 可是人家也不至於就 如果他真的不能打 你就要叫他不要來打啊 那這有什麼問題 你就是在耍嘴皮嘛 你就在耍嘴皮 你說什麼不要吸毒 那我就請問桃園那位 那位比較 身軀比較龐大的這位男士 那你怎麼樣 那問說 我們現在認真的要問你 這個陳時中說 那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那糖尿病可不可以打 那陳時中說 得糖尿病不好啦 你可不可以不要變胖 對你可不可以不要得糖尿病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變胖 再來打高端嗎 所以我覺得 一個是陳時中在耍嘴皮 但我某種程度 我也可以體諒說 他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高端還是那句話 就做了3700人而已 他根本都不知道 到底打下去 誰會怎麼樣 他根本沒有廣泛的去 他根本不知道 廣納這些症狀 能不能打 他根本不知道 AZ的風險 然後莫德納的風險 都是在打了上百萬人之後 才發現的 當然我們這個試驗 很難說做到上百萬人 但問題是 你的樣本數越大 你就有可能 越了解這個疫苗 你就有可能越了解 越掌握他的 有什麼的副作用 你就做3000多人 你當然什麼都不知道 你什麼不知道 你就說不知道 你在那邊耍什麼嘴皮 我覺得他是可以不要吸毒 那我們不要變胖 不要有心臟病 然後我還不要高不要矮 我是覺得大家 現在應該早歲要早起 早歲早起三個月 再來打高端 這是第二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 這個其實也是 就是我過去的吹哨者 然後他也是在公衛界 他一直在提醒我這件事情 他說基本上高端是一個 只做二期期中試驗的疫苗 所以基本上他根本就不應該 這個時間點打到你我的身上 他等於是一個 等於是硬拗全民做免費不用付錢的 三期試驗 但三期試驗的邏輯是什麼 基本上 在這樣的試驗當中 試驗當中 你任何不良反應 我都要先假定你跟疫苗相關 然後去排除 就等於像是 有點類似有罪推定 先假設相關 對 我在想辦法排除 但我們現在不是啊 我們現在是 反正是先假設不相關 真的凹凹凹凹凹不過去了 然後呢才這樣子 才勉強搭上一點關係 所以我都覺得 你就是不負責任嘛 你在法律上面 你就不想負這個責任 你只想要推銷高端 然後在道理上面 你就在那邊耍嘴皮子 耍嘴皮子 然後在民眾的感情上面 我就請大家 就請大家關注一下 這40歲的 這個基隆市這女性 她在24號發生的這個遭遇 你如果明天要打高端 你受得了嗎 你的家人明天要打高端 你要不要請她再想一下